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甜度非常高 自己做没有添加物 健康又可以控制甜度喔 最近好热喔 让我很想常常吃冰 夏天虽然热 但是是芒果的产季 芒果又甜又好吃 所以今天我想来做芒果冰 不知道以下哪一个芒果冰是你的最爱 芒果冰淇淋 芒果苏北 还是芒果刹冰 没关系不用选 因为今天会分享 三种芒果冰的做法 而且是不用冰淇淋机 只要一台果汁机就可以搞定啰 那我的冰淇淋食谱呢 是以健康低脂 没有添加物为目标 让你夏天想吃冰 也可以吃得没有罪恶感 那我们就开始吧 本篇食谱使用伊莱克斯 Master Night Wi-Fi智能果汁机 那它呢有三种配件 这里使用食物调理器 装上去之后呢 这台果汁机基本上就变身成食物处理机了 那芒果雪酪呢 它的材料非常单纯 只有四样 最重要的就是芒果要事先冷冻 接着加入糖粉 蛋白跟优格 果汁机呢 果汁机呢有专属的APP 很厉害吧 选择食谱 Instant Mango Sobet 快速芒果雪酪 按下APP开始之后呢 会传送食谱设定到果汁机 接着就会自动开始了 果汁机自己会决定转速 芒果雪酪呢 整体时间只要三分钟就可以完成咯 这个是我第一次用APP来操控果汁机 有一种黑科技的感觉 这么方便也太厉害了吧 那如果你想要换不同口味 只要更换冷冻水果就可以了 刚打完的Sobet 质地比较软 那我喜欢冰过两三个小时之后 就会有双双的口感 现在呢 你看到的芒果Sobet 是冰了两个小时之后的质地 这个配方的Sobet 真的很好吃 低糖低脂 95% 都是纯芒果制作 所以很健康 吃了呢 也不会有负担 接下来做芒果冰淇淋 不用冰淇淋的前提下 制制冰淇淋呢 通常会遇到口感很硬 然后呢 吃起来有一粒一粒这种冰沙感的 不够滑顺的问题 原因就出在于我们冰箱冷却速度不够快 导致水分在结冰的时候 它的结晶体会慢慢的变大 今天要分享这个配方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开始把新鲜的芒果切块 放入Master Night果汁机的另外一个配件 研磨杯 这个研磨杯呢 主要设计把坚硬的食材 打成粉啊 或是研磨成酱 像是咖啡豆磨成咖啡粉 那这里呢 用它来打芒果泥 因为它容器比较窄 即使只有一颗芒果 量少打得到 然后选择果汁机的内建食谱 设定打果汁 好处呢 是不用理它 它自己会把它打成果泥 那用研磨杯呢 打出来的芒果果泥 质地非常的细致 接下来 我们要凸显芒果的风味 把它稍微煮过 这个步骤虽然可以省略 也不会失败 但是使用浓缩过后的芒果果泥 可以让冰淇淋吃起来芒果味特别浓 而且蒸发过多水分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冰淇淋的口感也会比较滑顺 那芒果果泥呢 维持小滚的状态 煮约5到10分钟 让它变得很浓稠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可以看到左边是新鲜的芒果果泥 跟右边是煮过的浓缩芒果果泥 两者的质地的差别 那煮好的浓缩芒果果泥 把它冷却待会使用 另外一个凸显芒果风味的方式 是使用莱姆 透过莱姆的酸度呢 来衬托芒果的风味 吃起来会更清爽 所以虽然呢量不是很多 但是刚好我两个版本都有做过 有加入莱姆汁跟莱姆皮屑的芒果冰淇淋版本 明显的好吃很多 请务必要试试看哦 在搅拌盆内加入莱姆皮屑 莱姆汁以及刚刚做好的浓缩芒果果泥 以及炼乳 炼乳呢是这次配方的重要材料 因为炼乳本身的水分不是很多 但它冷却之后呢除了有甜度之外 它可以让冰淇淋变得很有延展性 容易挖起来的这个质地 另外一个秘密材料 是透过打发鲜奶油 打发鲜奶油提供充满空气感的质地 那鲜奶油本身富含的油脂 也会让冰淇淋吃起来浓郁滑顺 那把芒果果泥跟所有的材料 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放进保鲜盒 冷冻至少6到8小时 再来吃它 那这段期间呢 看看我们家的小猫贝狗在干嘛 夏天呢 它基本上都在昏睡啦 这是冷冻之后的芒果冰淇淋 给大家看看冰淇淋的质地 很好挖 除了很好挖之外呢 芒果味非常浓郁 吃之前还可以刷上更多莱姆皮屑哦 很清爽 自制芒果冰淇淋完成 最后来做芒果刹冰 刹冰呢 一定要有淋酱 将奶粉跟冷水 搅拌均匀 接着加入砂糖跟芒果果泥 拌匀之后 放冰箱冷藏 待会使用 来切芒果花 芒果花呢 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将芒果粽切切成薄片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推过扑克牌的卡牌 那个手感呢 是一样的 把芒果薄片呢 推成一长牌 接着呢 往中心卷起 那看起来很华丽的芒果花 就完成咯 如果你想要调整形状的话呢 你可以在外面套一个饼干圆模 来打创冰咯 我试过好几种方式来打碎冰块 那我发现如果一次放很多冰块的话 果汁机呢 容易卡住 没办法完全打碎冰块 所以我找到最好的方式 就是像现在这样 一边开机用最高速 一边慢慢一颗一颗的加入冰块 那这样打出来的冰块呢 就可以打到非常细小 创冰一般的质地 那加上Master Night果汁机 它的设计有一个十度的轻角 东西比较不容易卡住 然后它的刀片呢 也是立体的钛合金刀片 所以很坚硬的冰块 也可以轻松打成碎冰 那让大家看看 不用创冰筋 用果汁机 也可以打到这样子碎冰的质感 堆成小山的创冰 看了就觉得好凉快哦 淋上我们刚刚做好的 芒果牛奶淋酱 放上华丽的芒果花 台湾的芒果创冰 用料绝对不能省 所以加上我们刚刚做好的 芒果冰淇淋 以及自家种植的薄荷叶 芒果创冰完成 不用冰淇淋 只要一台果汁机 就可以做出三种芒果冰的口感哦 芒果冰淇淋 芒果索贝 还是芒果创冰 哪一个是你的最爱呢 留言跟我说 最近芒果这么甜 做成芒果冰 享受各种芒果的口感吧 本篇食谱使用伊莱克斯 Master Night智能调理果汁机 这是一台聪明 可以连上网的果汁机 除了有内建常用模式之外 也可以搭配专属食谱的APP操作 非常方便 以上就是本次芒果冰的食谱分享 详细的配方都在影片下方的叙述 以及巧儿造咖的网站中哦 如果你喜欢本次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 留言加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我是巧儿 我们下次见啰 Ciao